玉里镇松普里满自然部落的林姓妇人 独自照顾高龄中风的母亲还有失敏的丈夫 这次的强镇将仅有的家屋镇倒 至今仍等不到乡公所的鉴定 妇人终日踹踹不安相当有苦 回想起地震当下 独自一人将失敏的丈夫 以及中风坐轮椅的母亲推到屋外避难 林美英仍余悸传 现在还有更令她嘴嘴不安的 就是被震裂的家屋 我们这家这一次地震 裂的前面我的墙壁也裂掉 浴室全部都裂掉了 还有厨房那里也裂掉 差不多地板上下 可以差不多近 差不多裂了五公分 住在玉里镇松普里满自然部落 这排联动房屋的林美英 独自照顾高龄中风的母亲 以及双眼失敏的丈夫 无暇外出工作 三人仅靠老年津贴过生活 现在唯一安身立命的家屋被震裂 政工所鉴定人员也迟迟等不到 再后重建的工作也无法进行 让林家实际无奈又无助 这个家也是舍不得啦 可是要叫我们去外面 我们要去哪里住呢 是这样我也没有地方可以去 感觉很恐怖不能住吗 太危险了 是啊很恐怖啊 所以我都在外面 我不敢在里面住 连日来雨震不断 今天上午又有雨震来袭 岌岌可危的家屋随时有倒塌的可能 林家三口孤立无缘 向代表林玉芬到场陪伴 积极寻找暂时安置之所的同时 也带转有人捐助的 极难救助金应急 那受灾的这个居民 他的申请的这个时间是有时间限制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快协助 就是我们的家户能够赶快做申请 能够申请什么类别也要告知 还有今天我们看的这一件事 他因为他有隔壁邻居 也是围楼 那找不到主人 我们目前在协助寻找这个主人 能够赶快也来做申请 然后一起跟着我们左右邻居 能够一起来看要事要拆除 建议之后能够拆除 左右才能够一起来施做 拆除施工啊 这件事情 为玉里镇重灾区之一的 玉里河东地区松浦以及春日里 目前仍有不少族人 家屋灾况严重 也期盼各相关单位重视 协助受灾户 占度难关 灾后有资源 有力量 重建家园 记者十一玉兰 玉里镇采访报道